第一个题目是从秋收思考的一个想法 是来猜猜看我80岁那一年 大概会有什么状况 我猜我80岁的那一年 那一年是哪一年呢 2030年 其实不远 十几年以后就到了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是大概最近的统计资料 人口大概会有84亿 我们现在是还不到70亿 所以未来十几年人口会到84亿 如果你看第二个 就是2014年到2030年之间会有24亿人出生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在未来的这几年是膨胀的很厉害 就是人挤进去很多了 如果我们当成这个房间的话 地球当成这个房间的话 大概就是会忽然间挤进很多人 24亿人 所以会到84亿 这54%会住在亚洲 我们住的地方是亚洲 54%的84亿的人会住在亚洲 60%会住在都会 这跟我们的思考都有点关系 平均的年龄寿命是34岁 意思就是说 各位一定觉得说 34岁什么意思 就是人都越来越短命吗 不是 现在 2013年的统计 全世界的人口平均是32岁 所以各位如果超过已经超过了 就是你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平均年龄 平均寿命 34岁 单身家庭4.8亿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破纪录的数字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人觉得要自己生活 他不是一个家庭 而是一个就是一个人 就一个人过了4.8亿 这个84亿里面有48亿网际网路的用户 然后有100亿手机的用户 所以大概这个是我们未来世界的局面 这个是亚洲会占百分之五十几的人都在那里 从这里就看就知道 从这样子的人口会成长到这么大 欧洲几乎是不成长的 美国成长一点点 南美洲成长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成长大概都在亚洲 但是台湾老化这一点是我大概不说 大家也知道 可是看这张图我们可能会比较清楚 蓝色的这一张是198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40岁以下的人占这么大 然后再来这样子 年岛人很少 未来在2060年的时候是倒过来的 那现在2011年左右是这里很大 那大概我们可以从这里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思考 意思就是说台湾的人口结构正在从蓝色的往红色的那条线去跑 那极端气候更是不需要我说 但是我一定得说的 它的意思是因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不只是生活 其实是影响所有的设计的概念 这个是困局但是也是一个机会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喜欢做设计的人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去 因为有这么多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想很多事情 那天我跟士正荣先生在开会的时候 在公共电视开会 其中有人说这样子做会有很多问题 那士先生很有意思 他说人生就是要来解决问题的 我每天早上醒来 如果发现我问题都已经解决完了 都没有问题 那我就不想活了 这是他说的话 我就quote他的话 在这里面我先停一停跟各位分享一下 爱因斯坦的一句话 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我非常喜欢 我常常用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问题 用同一个脑袋 创造问题的那个脑袋 去解决你创造的问题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问题 人口过多 气候反常等等 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追究他的原因 没有一项是别人害我们的 狮子没有害我们 老鹰没有害我们 老鼠没有害我们 蟑螂没有害我们 海里的鲸鱼没有害我们 谁害我们变成这样 是我们自己害我们自己的 因为是我们造成的 人口过剩 也不是狮子过剩 是人过剩 那气候变迁是因为我们用了过多的能源 尤其是用石化的燃料过多 然后让二氧化碳上去 然后就变成地球 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刚刚说的所有所有的问题 会造成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去解决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人造成的 所以人必须要先改变脑袋 人的脑袋不改变 我们的问题只会恶化 只会一直恶化 这里面分享一个网站 2030 你看左边的这个地方 2030的那个Architecture 2030 这里头有一些是演讲 有一些是slides presentation 有一些是作品的例子 有人开始在想2030年的时候 建筑该怎么做 建议各位可以去看看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网站 我也建议各位可以很认真的去看 叫做H2OLAND 那个是荷兰的政府在2000年的时候 它有一个国家的政策 是2050年还地与海 各位都知道 荷兰填了很多海 可是荷兰很清楚的知道 海平面上升这件事情 因为全球暖化 北极的这个荣兵 所以海平面渐渐的上升 荷兰第一个倒霉 因为它比较低 所以它比较低 它以前填了很多海 等到海平面上升的时候 那些海都会被要回去 因为就把你淹掉 所以它决定不要再垫高它的地面 它决定做一件事情 在2050年的时候 国家政策是还地与海 可是还地与海 荷兰人住到哪里去 它不是叫人家 大家说 我们去移民吧 不是 它开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是我们是不是 因为自然界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适应能够住在海里 可是适应能够住在海里这件事情 也可以从悲观的角度看 也可以从乐观的角度看 他们用的是一个 比较乐观积极的角度 是说我们能不能 因为住在海里 所以我们的生活 不像现在住在陆地上一样 把东西排到化分池 再从化分池弄一弄 又排到海里去 它就不是这样想了 所以这个网站跟那个 它就把自己荷兰HOLAND 它就把自己变成H2O 就是水的土地 那上面有很多的例子 我也很喜欢 所以这样子一个世界 非常需要设计思考的人才 不只是一种设计人才 它就必须要会动脑筋去 思考设计怎么一回事 的这样子一个人才 那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 Tim Brown 他在这个IDEO的这个创办人 他在几个月以前 就2014年的7月的时候 在他的网站上面 有一篇文章 Five New Design Careers For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产业齐需的 五种新的人才 第一个 是会写城市的设计者 他叫做Designer Coder 就是会写城市的设计者 他上面写得很清楚 他上面是说 Prototyping 也就是我们做模型 也是一种Prototype 我们做一个工业设计 先做一个模型出来 Prototyping 是一直是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那但是呢 现在的 preferred 大家喜欢的 Prototyping的媒材 事实上是设计者会做Code 会用电脑程式去做模型 那这样子的人才 会越来越被需要 所以是会写城市的设计者 这个是他说的一种 第一种人 那我可以举个例子 John Maeda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MIT毕业博士 那他其实是一个电脑的 这个工程师 是一个Programmer 可是他后来在设计界 发展了很多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他的作品 他甚至在前不久 还当了这个 这个 罗德岛设计学校的校长 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 这种人才的一个发展的例子 第二种是有经营智能的设计者 是Design Entrepreneur 意思就是说你会做生意 那这里面想说Combine 结合就是这个企业精神 还有设计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他举了很多例子 他就是说现在的Venture Capital 就是这些Venture Capital的公司 都把设计者变成在他们核心的团队里头 那所有的很快速成长的公司 都是因为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所以设计变成是大家开创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应该这么说 第三种是Hybrid Design Researcher 也就是说Design需要有Researcher 像刚刚我说的那一家Ideo 它里面有很多的心理学家 它有很多的这个人类学家 它这里面特别写的就是说 我们在做设计的 比较有规模的设计工资 它需要有很多做研究的人 这些研究的人呢 传统上它的背景都是人类学 或者是人种的这个研究人种的人 或者是研究心理的人 可是现在渐渐的发展到 Real Time Data Real Time Data是什么意思 各位一定听过大数据这个概念 就是Big Data 现在有太多的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 我们有一群人 几十亿人在网路上跑来跑去 这里面有很多的Big Data 事实上是可以去研究User Behaviour 就是说 不只是研究你在网路上怎么用网路 而是说你对于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要买一个热水瓶 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都会变成是一个 User Behaviour的重要的来源 所以这个是一个 Essential Part of Innovation 也就是说除了你是心理学家 人类学家 人种学家 你更重要的 如果你会Big Data 去研究User Behaviour 它是会变成很重要的一个 创新的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也是重要的 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 把一些这个是一个脑的diagram 脑不管是emotion 还是做这个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功能 跟传统在脑的运作上面 跟现在透过设 应该是说快速的电脑的设计之外 不是快速的电脑的计算之外 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同时在电脑上面 使用的时候 他的行为被观察 所以这些行为被观察 等于是我们的脑部被观察 那我们的脑部被观察 只要会看懂这些的人 他就赢 所以这个就是 有这么一种设计人才被需要 这个是business designer business designer的意思呢 他是在这里 我把它红字说 not just looking for innovation from an end product or service 不是真正的只是注重在说 我要把一个东西怎么样设计的好 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服务 可能是这个设计椅子的人 不应该只是考虑说 这个椅子要怎么做 所以不只是一个end product 或者是service 他重要的是 他要重新看他的business model 就是他的商业模型 他的channel strategy 他怎么样把这些东西 送出去给别人 怎么卖到人家手上去 marketing 怎么样行销 怎么样做你的supply chain 还有一大堆 a million other things 一大堆其他的事情 这个称作 disruptive innovation 就是破坏性创造 一个破坏性的创造 就是把你原来做生意的business model翻转 把你原来做生意的channel strategy翻转 把你原来做marketing的方法翻转 把你原来的supply chain翻转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称作disruptive innovation 那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是最重要 就怎么样子把一个从前没有人这样做的 你变成这样做 举个例来说 各位有很多都在设计这一行 设计这一行我在念书的时候 那已经是将近40年前的事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老师 和保德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晓得吗 建筑师这一行 从米开兰居楼的时代 就没有改变过做设计的方法 我想说对 他说可是你知道吗 设计汽车的人不是这样 设计飞机的人也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说那他的这个一些想法 也是很值得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要怎么样子 来做这个思考 所以business designer是这个意思 最后一种是第五类 他说的第五类 social innovator 什么叫做social innovator 他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解决 比如说贫穷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比如说有很多人在地球上 那个未来就会有八十几亿的人 里面有很大的部分 吃不到干净的水 有很多的财富的分布是有问题的 健康的服务给病给这个穷人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Liverpool city 怎么样子设计一个都市 这个都市是可以大家做起来很幸福的 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事实上都是一种社会的创造 所以是社会创新的设计者 他就不只是在设计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business model 他基本上是一个用更大的规模去设计另外一套东西 那一套东西呢 是可以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的 那这个也是一种设计 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 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一次我跟一位大学的校长说 所有人都需要是一个设计家 他说你怎么会这样想 难道我当校长也是一个设计家吗 我说你难道要找一个好的教学的team不需要设计吗 你都没有设计思考 你就是到处乱找人吗 还是怎么找 所有的东西都经过design the process design the thinking 你东西才有办法改变 不管你是一个面摊的老板 还是你是一个大学的校长 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 还是一个医院的院长 所有的东西最重要就是design thinking 那design thinking的未来 刚刚我们这五种的人是很被需要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